另外也是一个爆炸性的消息 对于经济状况可能前景还要造成冲击的是 中国目前的A股竟然有2亿的散户全部通通撤离 目前在A股市场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大家撤离的金额跟人次大概占了交易浪的六成之多 但是或许也是一个观察保守的趋势 让大家把这个钱其实是转向到比较保守的货币市场基金 保险产品或是存入银行 存入银行的这个钱到底有多少呢 大家可以看到今年第一季 中国的金融机构三年期的定存就达到了5.5兆的人民币 这是2015年以来创下的最大单季记录 所以定存的需求高于以往的话 其实就等同于大量的资金已经退出了流通市场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有很多的报告就认为说 投资人应该在股市当中要赶紧的获利了结 甚至也发现了有一些上海的监证局 证监局来查水表的情况 就认为说这个大摩抽中了反洗钱的调查 惹恼了中国官方吗 造成外资人人自为 而现在不光是经济状况不好 其实观光财也赚不了钱 因为今年的第一季旅行社的入境人次只有5.2万人 将近一半全部都来自于台港澳 没有往年以前美国跟欧洲等等的情况 如果对比在疫情之前 2019年的第一季 光是仿造的人次就有370万 可以说是好几倍的大雪崩 也因此现在目前中美的关系恶化 北京的执法过于强势 还有不当居留的情况 都是造成了目前 公共旅游业迟迟迷不振的主因 而如果我们再来关心的是内需 其实目前房地产市场也非常的不乐观 哈喽 我是谢嘉玄 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